浩克艺术村最近几年已经成为了 简安厢推广休闲文化还有产业的重要基地 这个星期日 城市太秦泉协会更是在这里举办了成果发表会 家长游淑珍表示 浩克艺术村有珍贵的历史文化 还有多元产业推动的能量 以及艺文展演内涵 非常适合所有乡亲来体验 未来相公所会持续举办各种的活动课程 也欢迎大家可以到浩克艺术村来体验精彩的人生 浩克艺术村近年来已成为简安厢推广 休闲文化和产业的重要基地 这个星期天 城市太秦泉协会在这里举行的成果发表会 乡长游淑珍特别到场和大家来互动 他也表示感谢城市太秦泉协会 带给在地建设满满的正能量 也欢迎大家可以到浩克艺术村 来展演自我艺能精彩人生 简香浩克艺术村除了艺文跟多功能的使用 也带来了我们的国乐 还有精湛的运动氛围的休闲 在其中200岁的老树是大家相亲的依靠 更是乐国的原地 我们相信创造一个地方的精彩 成为世信宜居 休闲安养非常好的地方 我相信旁边的图书馆 也带来了这样的和园的一个声音 打开窗户看到了太极的这样的一个美好声段 无论是洞进阶椅都在极安 创造地方的施政建设的这样的一个优质 我相信全方面多元化 都是我们势在必行的 欢迎大家来浩克艺术村 展演所有的自我跟精彩 城市太极全学会成立20多年 会员已经有超过100人 每天清晨都会进行成练 365天未成间断 感受到太极运动带给身体的健康回馈 因为我们城市 是推广于大陆的成家沟 那我们目前太极前有 城市有益检是最普遍的 那益检也是算阳市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推展的是城市 那城市跟阳市比较不同的地方 是因为城市它有发劲 就是续劲发劲 那阳市它是属于比较柔这样 那我们推广城市是因为我们希望说 我们在步入老年的时候 我们的体力不要越来越减弱 然后让我们的肌肉可以不要越来越少 就是说避免肌少症 然后让我们大家一起 喜欢运动的同好这些长辈们 大家都能享受快乐 然后一起到 我们相约一起打拳到99岁 看到乡长亲自到来 学员们迫不及待展现演习成果 在悠扬的国乐生当中 大家展演太极善 及养生十八世的招数 充分展现了银法族的健康活力和热情 这旅会既然相报道